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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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梦中 落影纷繁 星河前 几番 均散 我偏要 驱逐这曙光 任天残天啊 围绕在你我指尖 永恒的誓言 不别 迟远半 飞向 空中 后展开 那沸腾的鞋 忍了眼 离祸尽边缘 一股盼 坠落心间盛宴 逆着风 凝落舟涅槃 将图上 那远方的人 回见心 将图上 那从前的人 不予初心 为了回击全场的质疑 为了震慑那些所谓的情敌 更为了不让苦苦等待他两年的熏尔失望 萧炎果断出手 一击制胜 久别冲锋的两人 彻夜谈心 护诉情思 萧炎得知熏尔背后的势力 与父亲的失踪 并无瓜葛 现在他能做的便是尽快提升实力 继续寻找父亲的下落 那不是萧炎吗 听说今天还要他的比赛 这下有好戏看了 他今天的对手啊 可比薛崩厉害 这 可恶 薛崩女神怎么就看上这小子了 长得也就那样了 就是啊 小语 给我快一点 若宁导师 你们等等我 小颜来了 如此奇异的斗棋 有如火焰般炙热而灵动 这种斗棋 不用来炼制丹药 那可真是巨大的损失 嘿嘿嘿 黄老头 这个萧炎曾取得过加码帝国炼药师大会冠军奥 若是能够尽你的炼药戏 恐怕日后成就难以估量啊 的确千里非凡 不过他应该有自己的老师了 不然仅凭天赋 绝不可能在这种年龄便达到如此成就 当然他若是有兴趣来练药系 我倒是不介意多一个优秀的学员 神可真不少啊 这些长老身上的气息 强悍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夏颜哥哥 我没事 那主席台上左边三位 便是外院副院长 以及两位颇具声望的元老 副院长实力位于窦皇巅峰层次 最右边的则是炼药系的系长 炼药系独立于外院与内院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插手他们的事 就算是副院长也不行 炼药系 外院中势力分布颇为混乱 虽然你隐藏的实力很强 但有两方势力仍需小心 一方便是这炼药系 也是因为炼药师在大陆极其特殊的地位 而另一方势力则是学院的执法队 执法队中强者如鱼 特殊的职责让他们拥有擅自抓人的权力 当年嘉南学院和黑角域的那场血斗 就是出自他们之手 多谢若林导师提醒 嗯 接下来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内院选拔赛上 进入前二十对你没有任何难度 以你真正的实力 我想或许可以冲击一下前五 哦 有什么不一样吗 等你进入了前五 自然就知道了 叶儿 叶儿叶儿 这里这里 我在这儿啊 叶儿 那便是你今日的对手陆牧 炼药系的尖子生 不仅炼药术杰出 在斗气修炼上也同样不容易 叶儿叶儿 他是什么级别的实力 三星大斗师左右吧 不过 那家伙是个十足的药罐子 斗气屈服 不足为绝 那家伙 可是叶儿的头号追求者 若林导师 别再提那个甩不掉的牛皮糖了 没想到 萧玉堂姐的魅力也不小啊 你以为谁都像你啊 本小姐的追求者可多了去了 各位同学 这些 经过昨日的初步选拔淘汰 今天将诞生有资格进内院的二十个名额 第一轮对战的是 玄界三班 波狐 玄界五班 蛤蜊 内院的名额我要定了 的 好的 就 得 呀 呀 他 看来这个谢谢你好 我看未必 核里虽然攻击是我 但长久下去中间斗骑不知 Nike 也不看似落了下风 却是将对方所有灵力的攻击 都化解到最小伤害 不知道这两年 你一次修炼到了何种级别 想来 定不会弱于我吧 可恶 这家伙的王少 真是厌密 平了 警示先败 莫非要赢啊 好 罗福获胜 不动如山 动如雷体 不愧是迦南学院 我若不是由老师指导 光凭自己摸索修炼的话 恐怕还真难以赶上 这些天才的修炼进度 真不知迦南学院 到底是怎样进行训练的 每年学院都会让一些学生 进入黑角域历练 虽然很危险 甚至导致损失一些优秀人才 可那些经历生死 并成功回来的学院 不管是实力还是气质 都蜕变成了强者 没想到迦南学院的高层 竟然还有这等魄力 那白山陆木等人 也曾单身进入黑角域历练 所以不要小觑了他们 下一场 炼药戏陆木 对战黄金二班硝烟 硝烟 硝烟这下可惨了 那可是陆木学长啊 这下有好心看了 陆木学长一定能打败他 很多人等着看你出丑 毕竟陆木算得上万院前十 比昨天的薛崩强悍许多 你要小心 要彻底杜绝白山那种麻烦 这一战只能胜不能败 混小子可别丢脸哦 输给那个烦人的家伙 你会被我比试的 小元哥哥加油 放心吧 我倒要看看 硝烟到底凭什么本事 能和薰儿在一起 打吧打吧 最好两人都打成残废 薰儿也就不会被那硝烟糟蹋了 是陆木学长 学长加油 学长加油 给他小子的严肃学长 谢谢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也会加油的 等会的好消息啊 这个白痴 这是萧炎兄弟吧 放心 都是自家人 我会留守 且不让你受伤的 不然鱼儿怒了 倒霉的可就是我的 那多谢陆木学长了 不过 我的目标是前五 陆木学长还愿意放谁吗 萧炎兄弟 凡人是要脚踏实地的好 不要耗高骛远 那前五 连我都没多大险些啊 比赛 开始 陆木学长 打败萧炎 真是知道 甲南薛远的厉害 萧炎 加油啊 萧炎这家伙 很是头女孩子喜欢啊 这才来了一天时间 便有人替他呐喊出威 萧炎 打败那个药棍子 那前五名 我也很感兴趣 怕是不能相让啊 父母学长 行 这家伙 好严密的防守 以我的剑速 竟不能碰到他的身体 唉 真是小看你了 看来不动真格是不行了 你应该也知道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吧 我所擅长的并非是斗器 而是玩肉 受火 萧炎兄弟 小心了 我这蓝金火焰 可是曾经击伤过斗灵强者 灵药师的火焰威力巨大 这下萧炎可惨了 抱歉 我最擅长的 也并非是斗器 而是 我而活 萧炎也能召唤出十只火焰 那不是只有炼药师 或者斗王以上级别的强者 才能办到的吗 难不成 他也是炼药师 萧炎 萧炎 这回小子怎么也拥有火焰 对了 记得当初离开时 听说过萧炎这家伙 有一个神秘的烈药师老师 看来他现在也成为烈药师呢 难怪能召唤出火焰 萧炎是烈药师又能怎样 当初陆沫 不也败在了白山大哥您的手下 宽姐 我看他可比不上陆沫 萧炎 希望你能打败陆沫 这样我才能在薰儿面前 彻底的将你击败 以薰儿看似淡然十字高傲的性子 又怎会选择一个失败者 既然都是炼药师 就让我见识一下 你所擅长的玩火 到了何种地步 折腿 呀 哼 哼 呃 壞了壞了 不会烧没了吧 这下我怎么跟玉儿交代啊 别动 不然火带会直接爆炸 到时候你的手和脚就保不住了 这家伙 竟然 竟然能将火焰操控到这般精妙地步 将火焰一分为二 一做防御吸引路牧注意 二则潜伏下地 埋下陷阱让路牧上当 这种一心而用的手段 需要不菲的灵魂力 方能完成 这个硝烟 不愧是取得过加码帝国炼药师大会冠军的人呐 我输了 陆木学长的担火之计很是强悍 说不是我在胸前使用斗气凝固成的部分斗气铠甲 光凭紫火木 根本挡不下学长的螺旋火焰锥 小炎兄弟 不用安慰了 胜负乃兵家常事 输给自家人也不算丢脸 此局 黄洁二班 硝烟胜 内药师的对决太精彩了 为人家成为内药师 硝烟胜 那硝烟这些遗战成已呢 藥海 章子跳啦 我的生活是лек 放着一弹 宝霸 就是 discussing 那些年 我成为别人眼中的废物 只有你不离不弃地陪伴我 鼓励着我 哪怕再多疼风 委屈也都无所谓 放胆在一回 雨滴下天消退 故缓破经历 我难不过退 雨火重生中要去面对 未约定我不知疲惫 而现在 我终于有自够和实力 站在你身边了 总是百般滋味 都似却埋腾飞 你要在梦的人 心火照亮天黑 是他年线 不管你身后实力有多么的庞大 我也绝对不会放弃 寻人泪到天涯都无悔 命运孤注一指 不愿突然守黑 雪儿 年轻人哪 虽然知道你和雪儿关系亲密 可大庭广众之下 要节制一点呀 呃 那个 也不知道 接下来对战的是哪些人 下一场 玄阶一班 严城 执法队 五号 这一战的五号 来自外院执法队 外号雪修罗 是执法队大首领的 有力竞争者 这两年来 死在他手中的 黑角玉之人 恐怕至少也有百人 他的实力 绝对不容小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 阿伯 不容小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抹天严肃相随 彼时身影共进退 心中是薄米木而归 我踏破云烟 往前走 不与谁是非非的阴谋 争气而非 只战斗 只不退后 那个人不曾少年一流就不悲痛 冲破心的尽头身后 那是谁的指手 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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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那小路 那伤口难闯 不发愁 任天穷情求 最后 不会到最后 不发愁 任天穷尔 不发愁 任天穷尔 不发愁 任天穷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